最近Sami在社交網站上貼文 表示已經重新收拾起心情 準備迎接她的演唱會 身為Sami好朋友的鍾楚雄 她說對Sami充滿信心 Sami她很有靈性 她是一個很有靈性和很有智慧的女生 我覺得她的處理得很好 希望大家給她一些時間去整頓 她將來有這麼多事情要處理 我想她需要時間給自己休息一下 和去處理她現在 因為始終這些是她們倆人的事 她已經要承擔這麼多輿論的壓力 我對她來說其實都不是這麼公平 因為她真的很有靈性的一個人 而且她是一個這麼好的女生 我覺得她一定會處理 而且一定會做得很久 至於同場出現的汪詩詩 早前和子女一起去杜拜度假 出名是愛車號的欣子丹 特地放下手上的工作 和老婆搞了一個意外驚喜 這次去完德拜回來 那天我不想出去 因為很累 那天我老公說不行 你要起來 因為我還有Jet Leg 他說要換衣服 要去吃飯 但是那天錄大雨 他說今晚不會下雨 我說你又知道 但是真的沒有下雨 去到餐廳 看到三十多個朋友都在 我就很驚喜 因為平時和她們都有聯絡 都有WeChat 或者聊天 沒有人提過這件事 通常都會有人說少少的 都會讓我知道一下 完全不知我媽媽在這裡 遠遠我和琪琪去的這個旅程 琪琪都在餐廳裡面 因為我們拿行李箱的時候 拜拜 誰知道晚上她都在這裡 詩詩對知情識趣的老公 可以說是有讚沒有談 不過丹爺有一件事 詩詩就覺得很不滿意了 我老公不知為何拿那個景 永遠我胖一點 矮一點 總之不適合我 他不是低炒你嗎 我也不知道 你是導演為何拍照這樣 看來丹爺真的要改善一下 攝影技術